他們會集中家裡的人一起 尤其是家裡有未婚男女 他們來捏松膏 然後捏出來之後 形狀越漂亮 表示你可以 大家都知道松膏其實也叫松片 它是半月形的 跟一般在我們台灣跟中國 還有日本吃的月餅是不一樣的 它既然有半月形 就代表它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是一個很豐收 大家可以團聚在一起 達到中秋節團聚的日子